大家好我是羅大叔 近期因為太常接到客戶詢問關於房地合一的問題 所以我想乾脆幫大家整理一個完整的內容 讓大家比較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到底如何計算房屋售出的支出成本 所以我們今天會大概分成幾個段落帶大家來了解房地合一的內容 第一段會針對於近期預售屋新調整的抵扣方案說明 第二段會帶大家走一次房地合一2.0 最後會針對房地合一提出一些簡單的看法 因為提到了稅費的內容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某一個段落可以點擊下方資訊欄的時間軸 跳到你要的內容去做觀看喔 所以羅大叔今天會以單純的新制內容來做說明 畢竟舊的回不去 新的必須配合對吧 本部影片說明的稅率是以 如果你是境外的居民想要知道計稅的方式 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會個別回覆你們 一開始我們先針對今年3月份 立即生效的預售屋換約成本修正說明 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房地產市場非常火熱 事實上交易的熱弱度可能遠超越我們所能看見的 因為有一大部分的是預售屋換約並沒有辦法完全顯示在移轉數據上面 這也是預售屋這次為什麼會被鎖定的原因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一次預售屋成本到底如何計算吧 計算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列舉成本 簡單說就是你有收據的成本全部列舉 當成抵扣額 例如仲介費之類的 直接扣除後 獲利的45%就是該繳的費用 第二種是不列舉成本 這種方式就是沒有任何證明收據 但政府可以給你一個抵扣額度 以支付的房屋價款 減掉獲利的金額 再乘上3% 計算出這個金額最後再以獲利空間 減掉抵扣額 乘以45%後就會得出我們鷹腳的稅額 說了一大堆 我們直接用舉例的方式來跟大家說明 如果買了預售屋一間900萬的房子 假設目前你已經支付了一成的購物款向90萬 然後 在有緣的市場上面找到了一個誠意的買方用1000萬和您購買房子 原本的屋主該如何申報房地合一稅呢 第一種舉例計算 透過仲介成交服務費支出20萬元 直接以售出1000萬扣除取得成本900萬 就是獲利100萬的空間 再去扣除仲介服務費20萬 等於有80萬的獲利空間 直接乘以45% 結論是36萬要繳納房地合一稅 也就是說屋主實際獲利金額 100萬 減掉20萬的仲介服務費 再減掉36萬的房地合一稅 等於實際獲利44萬 第二種不列舉計算 以付購物價款90萬再加上100萬的獲利金額 兩個相加為190萬 乘以3% 等於有57000塊 沒錯 57000就是這一次新版可以抵扣的金額 所以獲利100萬再減掉57000塊 等於94萬3000塊 去乘以房地合一的45%稅率 得出的會是 424350元 這就是要繳納給政府的房地合一稅額 屋主的實際獲利就是 100萬減掉繳納 房地合一的 424350元 得出的是屋主實際獲利 575650元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透過 仲介成交 或是有 必要費用支出 其實和以前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售出 或是透過代銷幫你轉售 無法列舉成本 這就要注意一下 現在的抵扣額計算方式 其實抵扣成本的金額 就會減少蠻多的 以上是針對於 預售屋 111年3月後的計算方式 再來我們也幫大家 複習一下 房地合一2.0 因為這好像也有蠻多人 都不曉得怎麼計算的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只針對於 房地2.0的版本來跟大家做說明 簡單來說 房地合一2.0 分為 4個階段課稅 分別是 第1段持有2年內的移轉 課增45% 第2段持有2年到5年內 課增35% 第3個階段是持有5年到10年內移轉的話 要課增20% 最後一個階段是持有10年以上 出售還是會有15%的稅率 以上的所有稅率 大家要記得兩個重點 第1點 房地合一屬於資本利得稅 什麼是資本利得稅呢 簡單來說就是 扣掉列舉的金額 獲利多少 去乘以該應對的稅率 就會得到 櫻角的稅額 第2個重點 是計算時間 起算日是從 購買的登記日期 到出售的登記日期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通常我們房屋所有權狀 或是藤本內 會有3種日期 一個是發狀日期 一個是原因發生日 再來就是登記日期 我們要看的是登記日期 至於發狀日期 和原因發生日 羅大叔就不在這個影片多做介紹 我們只要知道 計算是從登記日期 到登記日期就好了 說完了這麼多 我們一樣帶著大家 從案例上面來計算一次 賣出的金額 其他購物棄稅和其他支出可抵扣的雜費 總共10萬元 之後我們順利的售出了1200萬的金額 售屋時支付仲介服務費40萬 土地增值稅和其他雜費加總共5萬元 這時候你要注意剛剛提醒到的登記日期 因為1月1號簽約不是登記日期 這邊特別會提到 是如果假設看錯時間的話 稅率的趴數可能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假定取得的登記日期是110年的2月1號 那2月1號就是所謂的起算時間 接下來我們售出的登記日期 若是在112年的2月1號以內 也就是兩年內的話 就是以45%來去做計算 我們今天就算一次給大家看 1200萬的售出金額 減掉40萬售出時的仲介服費 再減掉5萬售出時的雜資成本 減掉1000萬當時取得購買的金額 再減掉20萬當時取得支付的仲介服費 再減去購買時的10萬取得成本 這樣子會得到125萬的金額 最後減掉政府給的土地漲價總數額 我們假設是5萬的土地漲價總數額 那就會是120萬的實際獲利 再以兩年的45% 來去做計算 就會得到54萬是要繳給政府的金額 依此類推 若是兩年到五年的35% 就是120萬乘以35% 得到的會是42萬要繳給政府的稅額 後面的20%和15% 我們就不再計算 給大家自己算算看 補充一些特別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項目擁有發票 是可以拿來當成抵扣成本的 但要注意的是很多可移動式的東西 就算擁有發票也無法當成抵扣成本 最常見的例如 冷氣 冷風機 諸如此類的電器類 甚至也有一些 系統書櫃 它是可移動式的 所以當你取得房子的時候 就要自己知道 未來哪一些可以用 哪一些不能用 最後 很多人說 我就是自助使用 難道都沒有其他的排除條款嗎 羅大叔跟大家就說明一下 房地合一 什麼情況之下 會有優惠稅率 最普遍的就是 房子 符合自用 並且涉及滿6年不間斷 會有一個400萬以下的免稅額 這就是說明 如果 獲利空間有超出400萬才會需要計稅 而超過的金額是以10%的稅率來做計算 所以你只要是符合自用 還是會有優惠稅率的 畢竟政府不是打房 而是打草房 再來有一些特殊 非自願而需要售出房屋的族群 也可以打到國稅局去詢問 是否符合非自願的族群 例如有一些工作調職之類的 如果你符合的話 那恭喜你 就符合以20%的稅率來計稅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叫 重購退稅 如果你符合自住換屋的需求 那可以把繳交的稅金退回來 但是未來的5年內 房子是不可以再移轉的 不然退的稅金會被追回喔 說到這邊 因為有很多case by case的狀況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是詢問身旁比較專業的代書 讓他們回覆你 如果真的沒有人回答喔 那可以打給羅大叔 我會免費讓你諮詢 所以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喔 就是你取得這間房子的時候 如果要牽動戶籍一定要注意 避免未來沒有辦法使用優惠的稅率 這樣到時候 誰都沒有辦法幫你了 以上是針對於 預售屋及中古屋 房地合一的內容 最後 很多人會問房地合一 到底是不是在打房 羅大叔說說自己的觀點 大家交流 沒有對錯 畢竟房地合一是屬於 資本利得的稅金 也就是 有賺錢才繳納 或許有一些人會因為 獲利的空間被壓縮 而不想投資 但是就近幾年的狀況 應該沒有這樣的效果 畢竟資金過多 房地產就是一個資金流入的渠道 而我認為房地產降溫比較有感的 還是讓房屋的持有成本變高 才會有可能產生實質的效益 就好比利率高到一定的程度 讓持有成本變成一種壓力 或是像有一些國外的房地產本身 持有的房屋稅率就比較高 當然 房市有很多面向 沒有辦法完全說明 至於台灣現在這個市場資金充沛的時期 房價的走向就留給大家自己判斷囉 說到這邊也到了尾聲 如果有遺漏或是錯誤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留言幫我們補充 或是你有其他的問題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們 如果可以幫我們按讚分享給身邊需要的朋友 我們也非常開心 我是好事房產的羅大叔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